台湾近年来爆发许多食安问题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消费者充满了许多疑虑 也让有机农业询问度变高 本来惨淡经营的有机农场 也顺势成为了新宠儿 戴上斗笠 一群老师们为了认识有机种植 特别来到农场亲身体验 还一个可以吃的 叫做薄荷 大家搓一搓 有没有觉得很香 有 农场里头种植有叶菜类 根莖类还有杂粮类 看得到的作物都才有机种植 是酒糖果太多所以我们会烘干 然后磨成粉 然后如果你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 就可以放在那边 我们在种的时候 只会放几次的有机肥 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放肥 让它自己去找土里的矿物质 找它的营养 那如果你撒化学肥料下去 它吃的是化学肥料 薄荷还是看得出来 大家可以拿一叶 然后吃看看 吃 吃看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薄荷 薄荷叶 薄荷叶 你看薄荷叶 真的 吃 吃一下 可是它看得到 薄荷的味道 凉凉的 OK 凉凉 那其实 可是不会很呛比 我觉得不会很呛 就是还蛮无和的 泡一般就有茶 还不错 有机种植的迷迭香草 只要稍微用手拨一拨 马上就香味死亡 超香的物 等一下 有 有 有 农场表示 有机农场采自然生态农法中 与草共生的八大农法之一 草岸作物一起生长 不但能保护土壤 也能保湿 那草对很多传统的农民来说 都是一个敌人 看到草 大家就恨不得把它除光 可是就我们来说的话 你看到这个 全球暖化的一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 当这些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水分的蒸发是很快的 原地县种植有机作物的面积有四百多公顷 农户有两百七十户 但因为成本高 大部分的农户种植面积小 无法有效推广 有能力结合教学 餐饮的农场并不多 因此 有机农场在这波实案风暴中 获得很好的机会 在有机的一个蔬菜啊 或是甚至于一些加工品的询问度上面 反而增加了很多 那因为现在所有的人 人心惶惶 好像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到底他们要怎么去选择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说他实际来农场看 农场开放游客在菜园中采菜 也让游客DIY制作有机豆腐 在寓教娱乐中 达到推广有机加工的想法 也希望游客学后 能在家里自己做豆腐 面包 甚至有机加工品 让食安的风暴 减少对家庭的伤害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道